年底韩剧冲业绩 大卡斯大制作不断 但效果大多不尽人意 让人盼星星盼月亮的孔刘和裴斗娜主演 王妃年末压轴韩剧寂静之海也口碑普京 很多人质疑 为什么连韩国四大公有财产质疑孔刘 和禁语系女主裴斗娜都拯救不了 关于孔刘 我们之前的视频已经聊过了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超越宋慧桥群志贤的裴斗娜 为什么也不灵了 全志贤和宋慧桥凭借着在几部韩剧中 被中国人所熟知 当年的人气也是有目共睹的 当然这与他们在一顿时间发展 也在中国有关了 但是他们在韩国的地位并没有裴斗娜高 凭什么这么说 韩国明星可以分两种类型 实力派俺的花瓶派 裴斗娜就是实力派演员 虽然她的长相绝不是让人眼前一亮的类型 但是凭借着自己的演技 除了在韩国电影界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在海外也有不俗的表现 参与了日本电影 也参与了美国的电影美剧 可以说裴斗娜是参与好莱坞作品最频繁 最具国际人气的韩国女演员 裴斗娜演技派代表 枉飞团称 好莱坞大导演致爱 从汉江怪物隧道到云图 超感猎杀再到秘密森林亡国 没有裴姐hold不住的 裴斗娜的家庭条件是非常不错的 父亲是大型健康食品公司的一位董事长 母亲更是出生于名门 还曾是一位舞台剧演员 可以说裴斗娜小时候 就是含着金汤石出生的一位鲜金 因为母亲的原因 裴斗娜小时候对于艺术也是有着很不错的天赋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裴斗娜也逐渐的成为跟母亲一样的优秀姑娘 不过小时候的裴斗娜 并没有打算进入到娱乐圈的想法 在其20岁的时候 有一天在街上闲逛 便被一位服装公司的制作人看中了她的形象 从而带她进入到了模特界当中 开始拍摄一些平面模特以及电视广告 早期的裴斗娜就有着非常出色的形象 在模特界当中很快就闯出了出色的名气 所以之后便被王家卫所看中 并且当时就邀请她前往香港娱乐圈当中进行发展 不过裴斗娜感觉 这时前往香港的时机并不是很成熟 便拒绝了王家卫的邀请 不过却在韩国当中 正式的以演员的身份出道 出演了KBS的一部剧集作品学校 并且凭借着这部作品获得了新秀奖的奖项 从这时开始 裴斗娜便成为了一名演员 逐渐的在韩国娱乐圈发展起来 之后就在绑架门前狗这部喜剧片中担任了主演 并且还凭借这部电影 获得了当时青龙奖中的最佳新人女演员奖的奖项 让其在圈内开始逐渐的成名了起来 不过裴斗娜真正得到观众们熟知的时候 却是在之后的一部尺度片当中 在01年的时候 裴斗娜新世和郑再恩一同合作了猫咪少女这部青春片 凭借出色的演技 让裴斗娜再度获得了白象艺术大赏 韩国最佳女星 电影人大将等奖项的最佳女演员 从这时开始 其实裴斗娜就已经成为了韩流中的一位顶流演员了 但之后裴斗娜为了更好地扩展自己的戏路 还是选择进入到了伦理片的领域当中 当时他和金来源一同合作了青春这部爱情伦理片 在其中贡献出了自己最大尺度的表演 评系这个角色 让裴斗娜正式的在很多观众眼中有了一定的认知度 毕竟大家都知道 这种伦理片的传播度要比之前的那些作品广得很多 也是从这时开始 裴斗娜并真正的迎来了自己的演艺生涯的高光时刻 在凭借《猫咪少女》和青春这两部作品 在圈内积攒下了一些的名气之后 裴斗娜并一直在作品当中开始不断的担任女主 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担任过配角的时候了 比如之后《地铁危机》《恋恋纯雄》等作品地面 裴斗娜展现出了非常多变的风格 不仅饰演过小偷这种角色 而且穿上校服之后 依旧不会让观众们感觉太多的突兀感 之后裴斗娜还闯入了日本当中 出演了《琳打琳打》这部校园片 虽然说所实验的角色设定是来自韩国的一位留学生 而之后其主演的剧集作品 《遇见完美邻居的方法》《学习知神》等作品 同样是有着非常高收视率的剧集 让其在很多普通观众的心中都留下了一定的印象 凭借出色的实力和形象 裴斗娜还在12年的时候闯入了好莱坞 和汤姆·汉克斯一同合作了云图 这部作品为裴斗娜打开了在美国娱乐区发展的机会 在15年到16年两年的时间中 其有着《木星上行》 《潮感丽莎》等一些非常出色的影视作品出演 也逐渐地打开了裴斗娜在美国当中的知名度 虽然仅仅只有两年的发展时间 但是之后裴斗娜所主演的那些韩剧 同样是在美国有着非常高的收视率 比如秘密森林 王国等等 不过裴斗娜虽然家庭条件好 演艺发展之路也是非常的出色 但是感情之路似乎并不是很顺利 如今42岁的她依旧是单身的状态 裴斗娜在她出道开始 身边就围绕了很多的追求者 但是裴斗娜却只是一心放在事业的发展上面 很少传出一些绯闻消息 仅仅只有过两段恋情的爆出 其中第一段是裴斗娜刚刚出道不久的时候 因为和申和军一同合作了 《我要复仇》这部作品 在拍摄期间不断的交往 让裴斗娜和申和军逐渐的走到了一起 而这一段感情也是裴斗娜当初自己的初恋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初恋才是最难忘的 在和申和军走到了一起之后 裴斗娜也是很小心的合护着这一段感情 不过两人最终在一起两年之后 因为一直都忙于工作 聚少李多的原因便选择了分手 在分手之后 裴斗娜也因为感情受到了一些的伤害 便对于其他追求者的嗜好 也是一直都选择视而不见 毕竟这种状态也是一直持续了八年的时间 直到他接拍《云图》这部作品之后 才逐渐的打开了自己的内心 当时其和一位英国演员吉姆斯·特吉斯 在影片拍摄完成之后多次传出了绯闻消息 并且两人还被媒体拍到了 在柏里首尔等地区约会的画面 只不过裴斗娜和吉姆斯·特吉斯 都一直没有公开恋情的消息而已 而直到14年的时候 裴斗娜在接受采访时 才主动的公开了自己和吉姆斯·特吉斯的恋情消息 承认了吉姆是他的男友 当时这件事也是引起了很高的关注度 毕竟吉姆这位演员 当初在《决胜21点》当中 担任男主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不过在公开恋情不久之后 两人同样是选择了分手 似乎是因为之后的吉姆发展 遇到了一些瓶颈 但是具体的原因 裴斗娜和吉姆也是明选择公开 所以阿乐乐也就不得而知了 而在和吉姆分手之后 裴斗娜到如今为止也没有传出过任何的恋情消息了 可能经过了两段失败的感情 裴斗娜也更为小心翼翼了一些 不过恋情没有太多的消息 但是裴斗娜事业发展还是一直都不错的 毕竟她的背后还有着优质的家庭资源支撑 如果发展不顺利 可能得回家继承家业 所以她才拼尽全力 裴斗娜的性格可以说是寒流当中非常独特的了 其古灵精怪和让人琢磨不透的截拼风格 不仅锤炼出了她的戏路 而且还给观众们每一次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出道当中出演过尺度片 也担任过反派 同样还扮演过学生 但每一个角色 裴斗娜都会很好地驾驭角色本身的内核 所以很多的优秀资源 才能够源源不断地进入到她的手中 不过近期寂静之海的翻车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故事本身 题材太模糊 要素太混乱 逻辑太前线 细节太粗糙 寂静之海中有韩剧一贯擅长的部分 比如高层之间黑暗的内斗 还有他们已经闯出点风格的丧失元素 但作为一部科幻片 它最基础的科幻设定反而是最糟糕的 几位科学家在月球的部分 完全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实力 他们的专业性也根本没有在剧中看到 甚至还要大把地抓内鬼巨星 谁看谁不发萌啊 希望不管是裴秀娜还是孔刘 之后都能有更好的作品 让我们眼前一亮